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大虾 虾买回来 先放些水给它油一油 油个几分钟 等于是给它洗个澡 然后我们再捞出来 就这样冲一冲 什么也别做 那像这样的活奔乱跳的海鲜 最好的做法就是清蒸 或者水里穿一下 尽量不要放其他调料 让它保持原汁原味 那今天这个虾真是不行的 它会乱奔乱窜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送到水里 大火大水 虾进去水就开得快 不能捂太久 水开后煮个2到3分钟 四虾的大小 不要捂太久 会缩水 肉会变老 这样拎出来就是一盘美美的大虾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佐料 姜末 糖 正姜醋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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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